字幕作為止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晚安 也跟祝祝大家週末愉快 那即將未來兩天 我想投資朋友應該也了解我們的節目型態又要改變了 那奇網這邊有推出一個破盤價 有人問我說 那奇網股後會不會有破盤價 好啦 一樣給你破盤價 好不好 一樣都是一樣 如果你願意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節目時間太短了 所以公司的好意 也是投資朋友的意見 所以我們接收 所以我們的節目改到這個時間 就是完全就半個小時很完整 就不會讓你這麼倉促的 看到有時候老師講的都不夠完整 但是完整的告訴你什麼 你不只聽我講什麼 最重要你要把動作做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告訴大家 以後改到這個 當然這個9 為什麼這個9禮拜 嚴格說這叫做好股報報 股市報的話我要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早上9點半 因為這個時間點可以讓你馬上見真章 就是這個時間點 不要給你喝咖啡 這個名詞叫喝夠好股報報 的財經節目好股報報 那所以因為很多人說 股市報的話鳳凰女啊 包括鳳凰秘密 那個就是一代一代 已經調整到第三代了 這邊第三代 那接著什麼叫好股報報 我想如果你碰到這個檔好股報報 你今天很煩你很開心 當然今天來投資朋友知道 我都一直在做一些訪談節目 叫做義工 做義工沒什麼壞事啊 因為畢竟網路節目很多投資朋友 真的散貨看網路節目的人 比我們電視來的更加多 那當然你有沒有東西 我們的訪談節目可以讓投資朋友 更加什麼更加去搜尋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說的昨天有一期叫做投資不恩基 我想投資朋友看到就說 我特別介紹給你的股票就是 台積電的漲價概念股 受惠股 那不知道受害股是什麼 一檔就是四星嘛 一檔就是愛普 你自己心知肚明嘛 那這檔 這檔愛普今天是漲題版的 不是因為我的節目裡面 多厲害 我也不是要告訴你說 哇我的節目你看一漲就漲停滿 實在我不是這種人你知道 但是我告訴你 選股重不重要 這是很重要一件事 實在這個行情 就算它漲到18034 很多股票還會賠更慘 我跟你講真的 還不是航運股 是台積電的周邊的受害股 你反而要更小心 因為這是有漲價概念股 就有什麼相對受惠的又有受害 因為畢竟它漲價是對毛利率 有些公司是沒有辦法提升上 我昨天那一集講得很清楚 不要再多說了 但是我對你更好 我在前兩天就告訴你好股爆爆 好股爆爆 我要好股爆爆這一檔 9月2號爆這一檔 這份資料絕對不是今天拿出來 我說他賺20塊到30塊 他是誰 愛普 所以你要 我要跟你講的不是說 我的股票漲停滿 是說一個股票有沒有內涵價值 不用看到股票的紀錄性 漲上的時候再去講 你在昨天那跌的過程裡面 我就已經選到這檔股票了 那為什麼選到他 因為他單單他這個20塊 他今年最少賺兩個股本 而且預估他26塊 那3661的四星 我就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嘛 董監都不敢要他 我們哪敢要他啊 你最少董監持股人家規定是10%耶 所以他漲上很好啊 漲上告訴你什麼 大膽的賣給他啊 他都不要他誰買走我也不知道 總說一句我不可能叫你去買這檔股票在高崗上 但是他的上漲是因為大家很多人誤會 以為是台積電漲價概念股 所以他是受害股 很多人說因為台積電漲價跟四星 四星就會跟著漲 誰跟你規定了 他漲價對四星是更加的不利 而且他又加一個什麼KY 那最大有利就是因為這檔股票沒有人知道 法人一直在吃貨 阿否則今天為什麼漲停板 或是投資朋友你的力量也很大 你看到我們節目自己去買也很棒啊 今天就最少賺個漲停板 那一來一往 兩檔股票一來一往差多少 差100塊 只要你把動作做出來 只要看節目過程的過程裡面 你相信我 但是畢竟你要相信我很難 除非你是我會員 那投資朋友一定什麼 因為心裡有干擾 因為你沒有來專家我 你知道你對我有懷疑嗎 這合情合理 人一定對別人要保持一個戒心嘛 戒慎恐懼 而且很多人都受傷 尤其這次航運股都傷了 傷了大家 情都非常的重 可是這種情傷是很難去什麼 去一朝一夕幫你彌補過來 但是我有用什麼 我不是告訴你多少賺一賺嗎 最少 不然你也賺一個聯電 70塊 對啊 當然網路上有很多朋友 有跟我講說 老師謝謝你介紹我們聯電 介紹我聯電 連電也不是今天介紹給你 但最少你也給我換聯電 我直播也跟你這樣講 你換個聯電 賺點小錢試試看嘛 你有賺到錢就開了 花就開了嘛 心灰就開了嘛 你就開始了嗎 開始 人又開始了嗎 有那種 傻水就出來 人最怕什麼 買到股票一買就套 一買就套 那你如果股票一買到點到就漲 如果今天聯電呢 你再看我昨天的節目 不知道天天的節目 你天天買天天噴天天買 連電甚至昨天 他也開高走低 你買64塊 甚至今天漲到上 又再創破斷新高 那還好 所以嚴格說是他比台積電算什麼 台積電也沒有漲很多啊 沒有漲很多啊 台積電嚴格說實在 哪有連電來的牆 好啦 這檔股票如果那時候 二十幾塊你全收了 不知道你報豬輪沒有啦 我就說這次叫黑咪肥 會長倍數 實在超過了 我那時候稱他 因為人家很多人叫我說玫瑰姐姐 我說有紅玫瑰 白玫瑰還有黑玫瑰 黑咪肥就黑馬股啦 長倍數 那時候那個節目是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在去年的時候就告訴你 有沒有長倍數 超越的 所以如果說我市場上是第二 真的沒有低於選股 我覺得不跟你胡說八道 看壞就看壞 看對又看對 對不對 不是因為他一直漲一漲 我就馬上哎呦 現在給你翻多了 或什麼 一個股票一定有個趨勢線 中長線短線你都要賺 你都要掌握到 真正有成長性的股票 你做股票才不會吃虧 所以我們未來節目改到 9月8號以後 你就是要去看盤中的好股爆爆 那當然好股爆爆 很多朋友可以領先在網路上節目 會搜尋的到我們的節目 也歡迎你持續的加入我們的陣容 當然最好就直接加入lient 因為很多人lient 他們好像甘心 連外資法人進空單什麼什麼資料 我們都幫你收集 不是每天跟你胡說八道 我們不做那個什麼行銷生意 行銷幹什麼 你要來股市真的很 準哦 陷著陷著就一個陷著 我也跟你講真的 你要不要參加會員都無所謂 你要不要賺錢 你自己好好考慮 我真的跟你講 我講話就這麼大聲 我也不敢說我沒當股票 都一定大賺錢 但是你跟著我什麼好處 最少跟你避開一些 不應該什麼 不應該長期 就是不應該買的股票嘛 就像四星換掉 愛普不多好 包括什麼 台積電漲的時候 台積電難道就只要買台積電嗎 這一波不流行買台積電了 台積電會再漲了 但是你錢不夠多嘛 買聯電就好了嗎 你換到台積電的收回股 可不可以這檔 這檔 這個地方畫這麼清楚 五日線跟十日券線就好了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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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當然很多投資朋友一定很高興 也很在垂直說 老師 金火很怕 我會賣掉 賣掉就賣掉 最早賣到今天好不好 最早我今天賣到 從今天開始 跟我沒有關係 我必須要跟你 因為這檔股票是在 大盤18034 我一直苦口噴一下 它不會死掉的 我一口氣從7、80塊 一路給你帶到200多塊 而後這檔股票在跌的過程 我一直安慰 不是安慰 鼓勵大家不要放棄它 它一定什麼 你不要輕言的放棄嘛 它不是現在180塊 那你告訴我 老師我現在還買 你最好看它近期兩天 投信法人是親 我人 我真的只要是我的會員 包括我的好朋友 玫瑰姐的好朋友 多開心 你神奇的看到 那個就輕鬆讓 投信法人 外資反賣抬價 天天買1500張 好幾天買1500張 怎麼可能不漲 這兩天買在哪裡 都全部買在150塊之上 我告訴你買在哪裡 你買150塊就對了 還是最少你買到150塊 哪一個沒賺到錢 你通通來找我 現在問我說老師不要買 你是跟著投信法人在買的 我是輕鬆等著投信法人 來幫我們做抬價的動作 絕對不是狂言 好了 接著你要什麼 我今天大家推出一檔股票啊 我不是告訴你6XXX 是誰 當然不要再買金融 就買這一檔快速賺啊 這九旗 九旗 九旗 看有嗎 9點52分 看到沒有 今天在哪裡 在哪裡 160塊 投資朋友 如果你仔細看我節目 你既然感情 你把照相照起來 而且仔細閉著眼 不要管那個線型 我沒有跟你講大買點 全收了嗎 我寫這麼大字報還要寫什麼 短線也叫你賣一趟 現在沒有賣 最早又回到快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幹什麼 這個都是短線上給你的什麼 走路缸 就是給你補一下 因為投資朋友這次很慘嘛 有些很多股票根本就 萬劫不付 那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補一下嘛 因為航運股的確 也漲不動了嘛 要跌也跌不下去 那你套那邊永遠都是一個掛心嘛 我們就用別的股票來補 好不好 用別的股票來幫你補 金鴻沒賺到 賺個這個十來塊也不錯啊 甚至 如果你買在是一百四十塊 三十幾塊 十張是三十幾萬 好不好賺錢 這波行情是往下跌的 而且它還不是什麼 還不是台積電的漲價受惠股 都可以漲成這樣子 所以玫瑰姐姐說實在 蠻厲害的 很多人說老師你真的很厲害 有時候我也覺得說真的不是臭屁的 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的 我永遠是為投資朋友著想 有沒有看到什麼告訴你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 才是投資朋友你要的一個團隊 你的股市要好好的把你的資金資產 這樣子好好的嚴選一倍兩倍的翻上去 那當然安格也就不用講 安格也是台積電受惠股 所以嚴格說這張股票 為什麼今天沒有漲停 它已經連續三天漲停買 而且此波如果嚴格說 此波是誰買的 不是你買的 外資法人在買的股票 你要多注意一下 一二三點五漲到今天就可以了 盤中尉告訴你 不要去看壞它 就怕它不抵而已 漲多少 七十塊 七十五%就一百萬多 七十五萬回來 只要你買了此波的低點 這樣一路跟著 包括進來買到 這禮拜買這張股票 實在嚴格說它最強了 到今天都什麼 還隨便買隨便賺 好啦接著 節目已經到這邊尾聲了 下週一新霸王話推出 一樣是台積電的漲價概念股 補你愛普所沒賺到錢 那當然這邊我們也給你一個超級爆爆 好股爆爆 就與薪資超級爆爆 只要你二分之一 就一半的價格就可以了 這地方就是跟破盤價一樣的意思 好好自行做個把握 這邊 那未來當然你可以持續在我們這邊 看到我的一些資料 LINEAT加入就對了 好好的把握 有最新的核光來倒極保 猴股爆爆 就在這個地方 好好的自行做個把握 加入我們的陣容吧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禮拜一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大財 現在由我決定 兩 年 感谢观看